尼嘉倪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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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Last Founder 我是哈巴 那今天的英文就這一句而已 因为本来是想讲一下英文 但是他们翻译实在是太厉害 所以我还是用中文讲比较远之远微 好 那好像应该要走到中间 经过一天好像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好 那我就直接讲 就是LUS他现在在台湾已经蛮大的 大概已经有四年了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四年的旅程它是怎么发生的 好 那我想这里有很多做开放的 开源社群的开放的专案 他们都可能都会经历这些 或者说他们未来也会经历这些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仔细听一下 那后面讲的东西呢 基本上它几乎全部是开放的 如果不是开放的部分呢 我会稍微提一下 几乎全部都是开放 那这个投影片呢 已经在我们LUS的社群可以下载了 所以也不用急着拍 认真听就可以 好 这个是全页的吗 这个不是全页的 好 那个 讲LUS的生态体系 那我们先讲什么是LUS的生态体系 这点下去 好 好 好 这个是PN2.5 PN2.5就是旋浮回力 那大家对大家身体比较不好 在台湾这几年空气污染蛮严重的 那所以我在讲这个LUS的生态体系呢 其实现在讲的是PN2.5这个感测系统的生态体系 这个是PN2.5感测系统的生态体系 那所谓的生态体系呢 在我们LUS里面呢 它包含了学术界的生态体系 我们是从社群开始的 下面不见了 我们是从社群开始 然后呢 到后来就是产业界 产业界的加入 产业界加入后来就开始不见了 应该说从学术开始 然后然后到了学术 应该说从社群开始到学术研究 然后到产业 然后最后到整个政府部件 然后当然在教育上面也发生功能 它是整个的这样的生态体系 那后面我都会讲到 那我就稍微待一下 你们可以发现我好像有点紧张 因为我讲头影片 我讲的东西几乎都只讲一次 这一次当然也是第一次讲 所以比较原汁原味 对了 以后听到的都不一样 好 下一位 可以帮我调一下 先讲为什么是PN2.5 PN2.5是细旋图微粒 它大概就只有PN2.5 micrometer 这么大而已 然后呢 它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从这边看 你可以从这边看 当悬浮微粒 就是比方说沙子粉层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呢 你在这里 你就会被你的呼吸道所吸收 然后越小的 到了PN2.5的时候 就会进到肺了 那进到肺之后就会出不来了 所以PN2.5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是指进不出的 那为什么沙子什么不可怕 是因为在这里我们会长痰 痰吐掉就好了 那但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没救了 一辈子进一颗就是一颗了 那这就是PN2.5可怕的地方 而且因为它会长得这么小 通常它都含有一些污染的物质 甚至是重金属什么东西 所以那些通常都很毒 所以它很可怕的地方在这里 那还是一开始先讲 因为我要讲这个旅程 所以我先讲它现在是什么 然后再讲它原来当初很菜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Lars的Ecosystem 基本上它 它刚才讲了嘛 从左边这边 它包含了教育 产业 然后学术研究 然后到政府 那实际上呢 你等一下看就会看到说 我们有很多的设备 然后很多的软体 很多的系统 那我们让大家可以看到 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已经布建了5000多台 那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是开放系统 那我们 我们产生的是 到现在呢 我们产生的是 整个 PN2.5 这个微感测器的一个整个 整个产业 几乎到现在已经到了 产业的阶段 那我们寻求的目标是什么 只是很简单 一口干净的空气而已 没有很复杂 那这个下面是 整个东西的成因 我们现在的状态 比较 我们现在是 一开始是社群出发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open的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公民科学的 它是一个公民科学的一个过程 那关键的 关键的价值呢 在于我们在社团里面 是互相帮忙的 这个概念在开放的社群里面 其实稍微还是有点缺乏 是互相帮忙的 那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outline 那实际上东西都在后面 我只带一个大概而已 好 到底我们在讲什么是LAS 其实 我们讲的就是现在在台湾 你在软体上 你直接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5900台 这是我这两天写投影片才更新的 5900台线上的感测器 在每一个台湾的中小学都有一台 所以你不用问LAS在哪里 你只要看你家附近的中小学在哪里 那里就有一台LAS 好 严格讲叫Airbox 后面会有很多confuse 我先后面再讲 好 这个5900台在台湾 像这样子 在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呢 这个是政府的感测器 非常专业非常高级 77台 那这个是Deployment 今天很多东西我就不讲很细 因为讲很细 讲到下课了 好 这也是我们其中一套软体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设备 那LAS也是其中的设备 这个LAS的logo 你可以看到它在台湾是密密麻麻的 你可以看到是 在西部是一大堆 东部也是有 在山上是比较少的 因为山上也其实没有人 那基本上这个概念是这样 好 这个是 你在那张图上 你不只看到 你不只看到点 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那种 渲染过 估计过的地方 应该讲 你感测器在这里 它量的是这里的值嘛 500公尺外 你就不知道它的值是什么了 所以你要估计它 其他那些颜色就是估计的意思 好 在全球的部件呢 我们部件 曾经出现的 在57个国家 NAS的设备 曾经出现在57个国家 1万个device 你可以说 我刚才不是说5900 现在怎么说1万 一下就自打嘴巴 我说的是曾经出现 好不好 它昨天出现 今天关掉了 你现在就没看到它存在了 那5900是还在开的 那这1万是存在 曾经过的 那当然要这样讲 比较好听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的设备 NAS的设备很多 从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后面其实还有第六代 还没更新 那这里就是它的特性 它感测了什么 它是不是open source 是不是open data 有没有手机的app 针对的客户 客群是什么 多少钱大概也都有 这个是这样子 那它其实 它跟产业界的东西 比较有差异的点 我说好了 现在在摆在台面上呢 5900台里面 大概 大概最起码有5000台 是这一台 好 这一台当然它就是商业的产品 你到PC用哪里都买得到 自己买下去 自己打开装起来也可以 好 那其他的呢 就是比较是 你看比较烂嘛 对不对 看感官比较不好 但是对我们做工程的人 我们喜欢这种感官 好不好 好 那其实最重要呢 它是open source 好 那我们这里指的open source 是什么 我们指的是open source 是open hardware 以我们专业的讲法 还有就是开放硬体 开放任体 开放软体 开放资料 这对我们来讲 这叫开放 对大部分的人的讲法呢 开放资料就是开放资料 好 好 开放软体已经非常否新了 开放硬体已经是笨蛋在做的事情了 好 那开放硬体还要开放任体 那就是真的是笨到不行了 好 然后再把全部加起来呢 就已经是笨到没有救了 好 我们就是全部都是开放的 好 那 好 对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对不起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反正这里写open source 几乎就是全开了 其他的有些就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有些要全开放 有些要不开放 因为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工程师的角度来讲 我全开放我硬体来 我就可以自己做一个硬体 任体来我就可以自己改任体 软体来我就可以自己改软体 Data来我就可以自己做分析 但是对99%的使用者呢 他都不想看到这些东西 他只想要买来开店 就不会有事就可以用了 好 那所以呢 有些东西必须要不开放 不是说必须要不开放 是因为说 你商业的软体呢 你就要开放 它其实就有点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必须要平衡这件事情 所以像这种真的大量部件的呢 它是 它很同意是不开放 但是其他在原型阶段呢 或者是大家可以自己改的阶段呢 它东西都是开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它其实上是这样 好 这是我们的device 有些已经停产了 有些还有 那这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那后面讲一些 我们在讲一些app 大家常常在就是 怎么说呢 你想要关心自己现在的空气 其实你可以 你可以上iOS 或者是Android 你就可以打这个app 它叫做adgreen 你打adgreen呢 你就可以download到这个app 那这个app 看着你就可以看到 你身旁这里 附近的空气好不好 你仔细想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 对 那这个是他们的网站 那这个是使用者就很贴心 你随时拿了自己查就可以看 可以看今天的资料啊 什么样的 好 嗯 刚才肉讲了一个 好 我们这摆上去的东西呢 大部分 其实它的重点都在PM2.5 然后它也有温湿度啊 有的有二氧化碳 那为什么PM2.5特别重要 因为呢 温湿度大家都很好量啊 PM2.5是很重要 又很难量正确 又很难微型化的一个感测项目 又重要又难做 又难微型化又难便宜 好 然后它就是这个感测器 所以我们比较专门在做 所以所有东西 你会发现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有这个的 那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有温湿度 因为温湿度非常好做 IC一放下去就东西都好了 不会有问题 好 那 这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它其实这个也都是 反正你只要看设备上有什么感测项目 你到这个APP上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值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最重要还是都是PM2.5 你光看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不止 它其实不只是只有这些点位 它还有风向 后面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还有风向 这个层次就是 你如果三年前去看 它又是一个样子 两年前去看 一年前去看 它会进步 那这个是手机的APP跟网站 这是商业支持的 所以这个是有稳定性 可以长期使用的 好 那今天是开放的厂子嘛 我们讲开放的东西 G0V 大家都知道 G0V做了一个这个 叫临时空观测网 这个是G0V做的 它不只可以用 你还可以download到它的source code 这叫open 我们是open data嘛 对它来讲 它是一个open project 它是open source 它没有硬体 所以没有open hardware 这个是它的东西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跟刚才那个很像 只不过做的人不一样 精神不一样 它呈现的东西不一样 这是5000多台 好 这个上面是它的网站 它有很多很神秘的功能 你可以自己去看 它其实最大的关键是 这个是open source 你如果当你从纯商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我自己在产业界20年 软体硬体都做过 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是 这么说好 你跟我看这个东西 我只会跟你说 还好啦 OK啦 你企业界的东西就是要做成这样 这很基本 但是你开元界做成这样 就不基本 好不好 而且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 你如果有心想要改善它 你就进它的project 然后改call你去看密 对不对 你如果想要说 这个应该再加什么功能 我又不想跟它混 我fork出来 我再做一份 它实际上是一种开支善业的概念 只是你现在要开到哪里 这个是G0V的 好 在做IoT呢 在我们一开始做IoT的时候 会有一个 就是你东西 感测器上面都有点 那点上去之后 你就通常 通常我们一开始做设备 就是你有一个感测器 有感测器一个点 但是呢 当你不摆在地图上 人家就没有fu 当你摆在地图上 你就发现它很单薄 一颗一颗的 所以呢 你就要把它摆成 其实像是这样 我有这种就是 一个痊愈的概念 整个地图的概念 这个我怎么每次按 痊愈的概念 然后这有各种 各种单点的 整个dashboard形态的 这个叫视力范围图 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点 概念意思上就是说 我在我任何一个地方 我到底要看哪一台感测器 理论上就是看 离你最近的那一台 但是我怎么知道 离我最近是哪一台 它这里帮你夸起来 就是你要 比方说你在这里密密麻麻的 然后你就有附近那一台 你在山区 那你就只有很远的那一台 你可以知道那一个东西 可能离你两公里 那你可以考虑相不相信它 那这是这样 那这个不同的分析 是要有不同的意思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那这个反正它有不同 那这个是等高线图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后来 当你有开放资料 比久来选之后呢 很多人很闲 不是很多人很闲 就是他们就会想办法去分析它 搞清楚它 得到更多的知识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我们就是搞不清楚 污染在哪里 我们就是搞不清楚 我们为什么空气不好 我们就是搞不清楚 这些的root cause 什么东西就是不清楚 所以做产业界的 做学术界的 它的第一个要务就是 你把它搞清楚嘛 你不搞清楚 你怎么知道要怎么改善它 什么的改善的方式 当你不知道root cause 那你是瞎忙嘛 好 那这是visualization 好 然后呢 当我慢慢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说理论上 空气是会流动的 所以呢 污染在哪里 风吹过来之后 我在它的下游我就会倒霉 这是想法 但是你必须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开始在部件之后呢 我们就 这有动画啦 这要自己扫一下 我就不放了 好 因为我比较懒啦 就PDF而已 不能放了 好 那个 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空污呢 会从上面这样一直滚滚滚滚滚滚滚 下来 这个红色的会这样子动 好 当我们开始做成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比方说埋害是怎么来 几点来 几点到台中 几点到高雄 一目了然 不用再灰了 不用再灰了 不用再灰这个空气污染 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好 什么时候来 到哪里 来了多久 一图解签文 不用再灰了 我们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这件事情没人知道 政府灰一种 然后 就是民间 研究机会灰一种 然后 然后 市民不相信 反正那个时候有这个问题 但当这些东西都这样跑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会再讲话了 因为再讲不对了嘛 就是现实就这么清楚跟你呈现出来 你 你就没有办法去乱讲了嘛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知识的力量 好 那 做到刚才那样呢 我们后来又有个社群伙伴 这个也是全开源的 他做的是 你看 我们其实遇到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某一天怎么样 在起码一两年前 你不知道 不太知道某一天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某一天的早上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某一天 新竹 对 新竹的早上 我新竹人 新竹的早上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软体就知道 你整年 这个点不出来 我还是用手指好了 你整年每一天 你可以看到五月比较好 这还要说吗 五月空气当然比较好 一月空气比较差 这个图没有 你到十一二月的时候 也会比较糟 所以你光看这个是绿的 这个是比较红的 这个是红的 你就知道哪个月份空气不好 我需要跟你写很多什么 政府说什么空污记 什么几月几号来 不用 我一眼就看出来 而且我可以知道大概的feel 而且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很奇怪 这个为什么又是绿色又是黄的又是红的 北部是绿的 中部是黄的 南部是红的 什么叫做一途解千文 这叫一途解千文 你可以知道你每一天的北中南 对不对 所以你比方说你点到这里 这个不是 反正你点到其中一个 这是那一天的北中南 但是问题是呢 那一天北中南是几点几点的时候呢 晚上很好 对 那个是凌晨很好 这个是你看那就可以 你这里也可以看到 每一天的这个时间点它的 它的颜色 那个时间点它的北中南 所以这个等于是 你整天的情况你是无所遁形的 然后这里呢 这里是每一个地方在那个时间点 你点到的那个时间点 它是好不好 含它的这里现在没风向 它含风向的状态 它会告诉你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这个东西 哪一天的哪一个时间点的哪一个位置 一点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常常 比方说我们最近 会去思考说 到底空气是今年好还是去年好 这还有什么 我只要把这个时间点把它拉到 这是2017的 拉到2018再拍一张图 2019再拍一张图 三张图把它放在一起 空气好不好 你自己看 没有什么好做假的嘛 是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每一个细节都点得到 每一个时间点都点得到 你还可以去交叉分析 当初这些资料是不是对的 开源的 当它一开始公布的时候 所有source code都是开源的 我再这么说好了 当这个tool我开源的时候 你如果是工程师 可能这里有一些是工程师 你如果是工程师 你写书它 你就自己鼻子摸摸到旁边去了 人家都开源了 你东西都不拿出来copy 然后不拿来改 然后自己写写的很high 然后写的比人家差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开源就是这样 开源是一个很残酷的东西 你人家开源了 你就是得跟他比嘛 你比不过他 你就做得比他好嘛 做得比他好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call他了嘛 不 对不起 工程师认为的开源就是这样 我20年的工程师了 所以我讲话都是比较工程师的样子 只不知道在哪里 开源的 讲一下这个好了 就是当这个东西开源之后 后面很多政府分析的一些系统跟软件 就大幅的进步了 所以起码他要会抄嘛 就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你现在好 但是你要看APP 你要看APP 点进去 然后发现他好不好 好 那 有没有通知的 有没有Live 就是他叫通知你 所以你只要 说我锁定的是我周边 还是我锁定的是哪一个 他就会告诉你 我照这样这么嗨下去 讲下去 我要讲很久 好 那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各种各种那个Media 各种Instant 就是 就是Instant Message的 都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因为每一个都做一遍很麻烦嘛 做一个Infrastructure 把这个东西弄进来 这个就是中原院在做的 Open Data 所有的Data都是Open的 在这个网站上 PN Open Data Portal 你只要进去 所有Data都是Open的 那这就是他的API 那这个是中原院做的 中原院做的到了前一两年之后 变成民生公共物联网 所以在民生公共物联网的底下也有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比较像是研究机构做的 这个就是政府的资料了 已经升级到政府的资料 那 资料摆上去了 可以看了 图很漂亮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分析嘛 你在地图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比方说 这个 一直 大家空气都不好 它都空气很好 因为它摆在室内清淨机的环境里面 然后呢 它旁边有污染 它就标示你旁边有污染 然后你可能有问题 它就把你标出来 它要做分析 然后告诉使用者 这里怪怪的 好 这个就是 即时的资料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 我讲的就是四年来的历程 分析完之后呢 你要知道 未来嘛 对不对 我想要知道 我晚上要不要开清淨机嘛 我想要知道 我电厂要不要降载嘛 我需要Forecast 理论上 电厂要降载 Forecast需要六个小时 但是 目前的能力 大概只能Forecast三个小时 好 我们Forecast三个小时 说你三个小时后好不好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说 你晚上 要不要开清淨机啊 或者是干嘛 这种是Forecast 现在人工智慧不是很厉害吗 总是要 做一些炫的东西嘛 好 就这样 然后 空气不好的时候 然后骑车 骑车 骑车有最短路径啊 然后最优美啊 最什么 对不对 骑车是一个零和游戏嘛 你出去骑一圈 还不是骑回原点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到底为什么要 你骑的过程是什么 这就是 空气好的 给你一条空气好的路径 简单讲 就叫你不要走大马路啦 大概就这个意思 空气好的路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群 要讲商业的用法 叫做这个是 Ecosystem 实际上我们讲的叫社群 在这个社群里面呢 我们有 国家实验室 我们有中研院 我们有交通大学 这些学术机构 这个是国外的组织 这个水利署 民生公共互联网 这个民生公共互联盟 我们有政府组织 那我们一开始起来的呢 是Maker的 我们是Maker Movement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一开始 比较像Maker Pro 穿客来巴 这种是Maker 教育体系 然后 后来就是有一些商业公司 慢慢转进商业的时候 就有商业公司 Edimax就在这里 Realtake是晶片商 这个是系统 这个是平台商 系统商 这个是设备商 这个是晶片商 后面就是很多的企业伙伴 这是我们的community 包山包海就对了 四年来毕竟也是 有些东西都是它的过程的 在那个过程就需要 问题是他们现在 几乎全部都还在社群里面 这个是我们的community 因为讲System Time 讲公民科学 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公民要参与 实际上很多东西 都是公民参与的结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脸书上到处火灾哪边 就大家来检视这些事情 来学习研究这些事情 那境外污染源来了 是怎么分析的 有一些很厉害的人 他们就拿这些东西 去分析这个结果 或者去模拟 然后大家来研究 事情就是在这样进展的 没有什么很绚丽的东西 就是一点一点往前爬就对了 只是爬了四年而已 那我们讲到教育 这个东西 环境教育很重要 环境教育需要一些 不管是设备还是资料还是什么 当然因为我们东西 全部都开放嘛 所以就有一些环境的伙伴 教育的伙伴 他们会自己上网站 做教材 教案 然后整理起来 这就是PN2.5的环境教育 那在国际合作上 我们在一些 因为是中研院 跟国际组织 他们会有一些 国际的学术单位 或什么组织 他们会有一些 有一些合作 那 在今年 我为什么说 我们的生态体系 含学术界 因为到了三四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生态 在学术界 他们办了一个 微型感测的 的学术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 有三百个人参加 发表了五十篇paper 全部都是微型感测器的 这当然不是我做的 但是这是微型感测器的 一个潮流下的结果 而这个潮流呢 这个潮流呢 我们在全世界的头 的顶尖的位置 LARS社群是全世界 最大的PN2.5 微型感测器的 生态体系跟部件 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是学术研讨会 LARS每年都会有年会 2016、2017、2018、2019 这个四年的年会 那到后来都是 比方到后来都是 150跟200个人 然后三线式的 或者两线式的 然后都前面早上都会 假装一下国际场 有没有 然后就也会 都是有国际演讲的 LARS很有名 那比较重要的是 今天是外国人比较多 这个我们基本上 是有上BBC Click 然后有一些 国际的电台也有报导过 那这些下面是 有一些是新闻 有一些是电视 好 Juno 从起头到尾 还有多久 好 那个 没关系 好 那个 一开始 LARS的原型是我做的 这个在2015年的头 我做什么0.300 0.400 长这个样子 大概这个东西 在一个月里面就做出来了 从头做到尾 这个是设备 这个是系统 这个是APP 一个月而已 所以做东西要做快一点 好 那我们回到原点了 原点就是2016年2015年那个时候 这个Yes Line 是从那个时候就要到现在的 LARS是什么 LARS是一个 就是社群 公益社群 所有东西都是open 然后我们关心是 跟位置有关的感测 这就是LARS LARS的vision就是这样 LARS vision就是把感测器放在地图上 感测值 Data是open的 而且Data的owner是user 不是我 不是政府 不是什么 它的核心 它认为这个资料 是每一个人拥有的 然后设备能改 设备能自己改 然后设备能自己做自己改 这是LARS的vision 四年来 我们LARS的vision 基本上还是守在这个地方 我也没打算要怎么样 反正呢 一件事情就好好做 把它做完做好 这就是很久好几年前的设备 你就可以看出那时候设备就是比较 比较工程 一开始LARS的第一件事情是做Fiotry 在全台湾做Fiotry 在2015年底的时候 这些每一台设备都是使用者自己去买来 自己装好自己上扣自己放上去自己安装 然后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 在2015年11月30日 我们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摆上去一台 只有我自己这一台是我摆的 所有东西都不是我摆的 这个是我们的2015年的状态 然后后来呢 第二个阶段就是 迅州开始赞助 做了跟政府合作之后 跟台北赞助了台北 每一个六都都去赞助 这样子跑了一年多 这个情况是什么 企业赞助给政府 政府一块钱都没有出 没有开立案 没有开案 没有什么 纯粹这是合作的 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 简单来讲 我们在凹这件事情 好 那到了前瞻计划 民生公共五联网 他们是四年的计划 2017到2020还没到 目标要上1万个点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地图上是5000的点 理论上它要上到1万个点 也是open data 这算是政府的 一步一步来 走到这里 这算是政府的 好 那这政府它基本上 它比较不能做产业的东西 所以有产业的联盟 这个是产业的联盟 里面很多公司 做各种不同的东西 因为它是民生公共五联网 所以有风水地灾 空气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这个是产业界的 好 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这样 2015年 其实一开始 中研院他们已经花很多时间 在2015年之前做了很多研究 但是直接让它推不到公民科学这一段 到了LAS之后 因为我嘴巴比较大 所以搞社群才会有效果 那后来就在LAS 然后后来就被到民生公共五联网 他是这样 然后他大概是从10台100台 到LAS的这个时候 大概都到1000台 到政府的时候 现在就在潮1万台 它实际上是有过程 其实是接力赛 概念长得像是接力赛 那你从部件分析 怎样 然后就是公民科学 刚刚就讲过 那一样最后 只是一口好工气而已 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好 那我们后来要做什么 好 LAS 它基本上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Ecosystem 我们也是一个 Maker的Innovation System 那 我们有很多社群 各个人群之间的连结 然后系统什么之间的连结 然后我们 也是所有东西都是开放的 但是我们只做空气 但是其实水很重要 而且其实水比空气严重 大家可能会不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把整个体系转 也不是说转换 加值 或者就是升 反正呢 就是再长出一个水的 复制出这一个模式 再长出水的 那我们 我们的习惯就是说 我们东西要开放系统 要开放设备 要开放要去部件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硬体 我们要做水盒子 我们有一个水盒子 也是可以感测水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在做FieldTry 也是可以买得到 现在你也可以买得到 但是很难用 好 那再来是开源 就是我们要 我们本来厂观学研 都有联系的体系 但是在水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复制这一块 然后我们要做出很多开放专案 不管是软体 就是全部开源 反正空气那一套 在水就复制一套就对了 但是因为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都也是很辛苦 好 那我们会长 我们最后会长出什么 我们希望长出什么 我们会希望长出很多开源的专案 水的 我们希望产生很多的系统 最后我们希望产生水的Ecosystem 好 这个东西 可能现在还只是我的梦而已 它是Next 对不对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这是两台设备 反正就是两台设备 我们已经做了两代也是开源的 那可以感测什么 好 那 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呢 其实在空气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台湾其实做的还可以 我们全台湾也是能够感测这些东西 那 可是呢 我们在这几年内 我们感测了这些 我们空气变好了 不能说 不是说我们就让空气变好 而是我们帮了一点忙 好 空气变好了 可是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 它们空气都不好 这个体系如果能够在那边复制 是好事情 因为我们是开放体系 它们复制完之后 它们也可以自己是发展 并不是说我们要去 去怎么样 这实际上是一种 开放是一种口握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希望做的是国际合作 那国际合作呢 重点在于 我们一样 Open Data Open Highway 这些是Open的 我们可以做什么合作 我们可以做NGO之间的合作 因为我们本来就比较像NGO NGO之间的合作 从一些公民科学的角度开始 環保议题这些东西开始 那 我们这边有学术体系 所以学术体系 它们可以对接 做学术研究 然后我们这边有企业资源 可以送样啊 可以干嘛 可以做谈生意 我们有企业资源 那 这个是我们的 到最后 连政府之间 它们都可以合作 所以呢 这种体系是全方位的合作 不是说 我要给你一个套方案 你全吃 并不是这样 你需要哪里 我们就合作哪里 大家是共赢的状态 这是我们做 就是国际合作的部分 那整个核心呢 好 讲整个核心 整个LAS的核心 其实就是这句话 这个句话从2015年就到现在 好 然后英文好像有点问题 好 那 我想要传达的精神是这样 LAS不是我的 不是LAS社团的 LAS是每一个人的 在座每一个人的 你既然都拥有资料 你也拥有它的设计 你也可以拿到它的设备 你有任何它有的东西 请问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你如果 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吗 你觉得说LAS可能是 时间到了吗 那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LAS是我的 你要把它转一个角度 我有的东西 你全部都有 LAS是每一个人的 这个观念非常的难理解 我讲了四年 也很难被人家理解 简单来讲 它就是公益开源 很单纯 那 这个就是加入脸书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那要说一下 LAS的资料 什么东西都非常多 东西都是开放的 但不表示你找得到 好不好 我们是工程师 所以很多东西 写了 放了 公开了 我就觉得我是公开了 我没有那么贴心 让你可以很无痛的 很了解 但是东西都在 你下去找就对了 那不是说 我们不要把那东西做好 工程师就是这样 很奇怪 好 那 这到底才有多少时间 我们现在可以开放 就是 没关系 你如果要再我再讲 两个小时我就再讲 OK 还是 再十分钟 再十分钟 我还讲十分钟是吗 可以 好啊 再多一点也没关系 好 我再补充一下 没关系 讲到下午也可以 好 那个 嗯 其实这个东西的关键 我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不把这些 background 讲一讲 其实我也没办法讲到重点 好 其实开放 我要谈的就是 我们常常讲开放 开放 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 我认为开放就是效率 好 因为呢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用一个浅显的例子 我刚才说我投影片开放了 你可以拿得到 理论上就表示说 你以后都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 你今天刚才如果你去下载 那个投影片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我的投影片一起看 你不用一直在那边照 你省下照相这个时间 你资料是好的 这就是开放的一件事情 那你的程式码写好了 有人copy了去用 那些工程师就省时间了 我们写的任何的文件 任何的设计 任何的设计的思路细节 这些东西当它开放了 你下一个人要来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 那他的细节是什么 对我们做系统设计的角度来讲呢 你的产品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重点是要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你设计的重点在哪里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取舍 你的思考的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做这件事情的 那些东西在所有的企业的文件里面 跟所有的交流里面 你都看不到 就算它Linux开放原始码 或者怎么样 Linux是太强了 我说普通的开源专案 就算它开放原始码 你也看不到它的设计的过程 但是当你所有设计文件 所有的资料都是开放的 所有历史都是可以查的 没有人会去看那些历史 但当你需要的时候 都在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还是一件事情是效率 你省下那些做设计的人的效率 因为他可以参考到以前 他不用跟你犯同样的错误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比你做得好 这个是开放资料 那你开放系统是什么 开放系统就是 我不要每一个人去做 我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就好了 干嘛工程师那么辛苦 干嘛每一个人都要那么辛苦 你每一个人去用 这叫开放系统 系统你就可以用 APP可以用 大家可以用 可是它这种东西是连贯的 你想要有一个最后的开放系统 然后呢你需要那些系统在跑 你需要当初工程师怎么做这些东西 需要这些东西的细节 需要这些东西的source code 跟需要这些东西的硬体 你这些东西 如果同时都不存在的时候 任何一个环节掉了 这件事就重来了嘛 政府的专案不管做得好不好 它只要这个厂商倒了 这个专案就挂了 为什么政府的APP 什么一直搞不好 三年后这个公司倒了 那个APP就挂了 开放还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这里面任何软体啊 你刚才讲的那边软体 每一个都挂掉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只要再找一组工程师 把他的call拿过来 系统再给他run起來 再开始改 他还是可以跑 他不跟这个公司挂不挂掉 有关系 这是开放 开放是一种永续 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而且开放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 我今天比方说我的slide给人家 我放在社群里面 就七千多个人可以拿得到 实际上可能只有一千多人 一百个人会打开 实际上可能只有十个受益 没关系 但基本上这就是受益了 如果今天这个影片 还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说我演讲很少讲第二遍 因为我演讲都希望他录完影 然后都把它公开 这样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永远不用再讲第二遍 这是效率嘛 你人生有多长 你每一个东西都讲一遍干什么 你讲一遍就好了 而且我很清楚的是 我这个演讲一定只有这次讲是这个样子 下一次讲一定不是这样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这样 我下一次讲也不一样 你这次讲就是这次的样子 而且这次就是我在脑袋里面 融会出来的现场的结果 下一次讲也不会一样 因为我下一次也进步了 我下一次也进步了 我下一次也进步了 我下一次有不同的东西 我也讲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个slide呢 跟所有的LARS年会都不一样 因为LARS的年会来的人 全部都知道LARS 我跟他讲那么多 我直接讲重点就好了 这个东西要讲他的前世今生 讲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还要讲 还要写成英文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 对 所以就是这样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 扯另外一个就是 各位你不管在做一个开放的专案 开放的社群 还是开放的组织 我的猜测 你可能都必须要走这样的过程 因为你如果不走到这么大 它的影响力就会有限 你如果很high 自己写一个专案 自己做得很好 没有人用 那实际上 实际上就会比较可惜 但实际上对工程师 或者对我们投入的人来讲 你做一次就是一次啊 你十个人用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用 一亿个人用 它也是你只有你一次啊 对我们来讲 效率是什么 我做一次一亿个人用 还是十个人用好 当然一亿个人用好 但问题是 你撑不起那个一亿的东西 你必须要不断的交棒交接 不是交棒交接 就是你需要让更强的人来接手 要不然你不可能长那么大的 LAS是什么角色嘛 它怎么有办法做到那么大 它最后就是要政府接手嘛 你政府不接手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办 做那么大量的维护 跟什么样的东西 你不整个学术界来做这个研究 你怎么做成一个产业的体系 你没有一个学术业坚实的研究 跟所有的设备的资源 你怎么做一个所谓的产业体系 跟国外竞争 这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他需要一起做的事情 一起做的事情呢 你要需要很知道的是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讲商业 要在讲什么 你讲的商业 基本上呢 它是垄断的一部分 你只要是一个企业 是一个组织 你本身就已经垄断了 别人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东西能够跑多大 也决定你最后有多大 企业除非你像什么 台积电什么 搞到那么大 你才可以做到全球 我们是什么角色 你怎么做到全球嘛 交棒给别人 做好你能做的事 我的事很单纯 我现在就只是 多多写几个专案 或者是我们把社群维护好 其他是其他人的事情 你这样子才能够 你在整个ecosystem 你做好你关键的角色 然后让整件事情去发挥 东西不是我的 大家的 大家一起来 那你产业界 这里 讲最后一个 价值 我们做开放专案 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先思考的是 你开放的价值 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当价值创造的足够的时候 你自然会产生价格 但是在开放体系里面 价值转成价格的转换率 非常的低 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你做开放体系的 你最关心的 不是每天在想你的business model 每天在讲你钱怎么来 怎么在讲 怎么活下去 那个都是假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关心你的价值 你到底创造出什么价值 整个LAS创造的价值是这个东西 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 大家创造出这个价值 这就是这个价值 经过了很低的转换率之后 就可以转换它的价格 在我个人来讲呢 它的转换率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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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对 所以这就成就现在的LAS 你的核心 你的核心转换率非常的低 你的生态体系就会越大 你可以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是一个企业 把持了这件事情 它很可能在这里就断了 它也很可能在这里就断了 它不会到这里去的 LAS还要走到未来 它还要走到更多国际化 它必须要坚持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用把自己想的太伟大 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很简单 我每天就发几篇文 讨论一点东西 写几行扣 做个梦 这就是我的日子 对 好 还一分钟嘛 那就开放了 好赞耶 好像我讲了很久耶 对对对 好 对啊 不用了啦 那个我都讲 好啊 不好意思 我就说第一次讲 没有啦 这个 这个 后面的影片是BBC的一个影片 对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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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多一点 就没有 就没有 就是这里开始 对 对啊 就这个地方开始 十八分零五年 十八分零五年 十五分零八 十五分零八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这是 成 adulthood 这是 成年丑 然后 这个 为了协助你们的 seu 都ikh用了低效饮箇头 称卡 在2015年 他们开放了亚 凰盖古的 blocks 共用 deceive 和小伙光门的 他们开始生of business 他们会看到很多 music permission 很好的 音乐 所以 他们会喜欢 没有什么 they just realized the the real environment part are living today there are over 4000 of their pollution sensors around taiwan including one in eve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ome schools may change their schedule so if the air pollution is more severe then they will cancel the outdoor activities research like this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a few major sources of 在台湾 有些危機的危機 像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也有些驚喜 像負荷爆發的東西 在台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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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新機器 一直都看到你 紫色 很高 很高 所以有人說 因為 s the reason is the temples they went out to investigate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temples? by going and taking a look the community discovered the culprit traditional incense burning You know in Taipei there are the two major temples Longshan Temple and Shin Tiengong there is no incense burning because they also installed air bags and after some observation they decide to cancel 所以知道影響的影響 對 解決問題像溶解 也許一定會改變 我們認為我們是人生的 記得這個地方嗎 這個地方在幾個月 結束了 所以還要問問題嗎?還是不用了? 不用 先不用好了 如果說有問題 請用消息 我可以向小鈴鐺 把奇情是有正在 感光表面對 起床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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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